你们猜猜这强劲有力的双腿 可以采出多少葡萄汁 大家好,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,酒制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制高镜子 6点47分 洗把脸,刷个牙,出发 此时我的靴子干净如新,发黑更亮 好稳好稳 哈喽,大家好,我是Ivy 欢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馆 那么今天呢,大家之前都说想看 葡萄是怎么酿造成葡萄酒 那么今天我就带你们来到我们的第一个步骤 丰收 我现在就在一片葡萄田里面 那我们赶紧开始工作吧 哇哦,你看超大 他们都准备要被丰收 我感觉比我的脸都大 我丢 我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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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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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彩葡萄的秘訣就是快准狠 我只能說他們真的太專業了 看那種速度 我真的還是後面等他們全部收完 我們收了滿滿的 一吸半個葡萄 那我們今天摘的這個叫做哥海納 哥海纳这个葡萄的特点就是果实特别的紧 然后它的果子会比较大一点 比起其他的希腊那些 我们来尝尝这个味道 而且你会看到葡萄表面这一层灰 其实它是酵母来的 所以我们其实酿葡萄的时候是不会去洗的 好甜我的天 这皮里面有很多丹宁 就是能量素很有结构 有风味的葡萄酒 葡萄蘸完之后我们要进行筛选 第一道筛选我们筛选就有叶子 虫子 没错 虫子 还有没有成熟的成串葡萄 去梗变成一颗颗葡萄之后 我们要进行第二道筛选 筛选出葡萄干没成熟的葡萄颗粒 这个过程一般要好几个小时 小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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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现在这一步叫做葡萄上蹦滴 不对叫泰山压顶法 是为了把表面葡萄汁给炸出来 让下面的葡萄也湿润更好炸汁 看起来很好玩但其实一点也不 靴子你怎么了我认识你吗 我刚刚看那些葡萄我的眼睛都要花了 真的是老眼风花 现在全眼都是紫色的 那今天呢就是小小的给大家看 是怎么摘葡萄的 而且葡萄摘了之后呢是要怎么做筛选 然后放到我们的缸子里面 放到我们缸子里面呢 我们之后呢要让它安静的过一段时间 然后再进行发酵 那你们喜欢看这样的节目 这样的Vlog的话 记得给我留言点赞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 点赞关注转发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天哪我现在全身都葡萄味 到这儿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